不只是拉麵店 以后的经济开放 用餐的人变多 使得餐馆面临另一个挑战 那就是找不到员工 随着旧金山经济的逐渐开放 中国城的餐馆也面临了严重的缺工问题 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餐厅 康年餐厅的老板告诉我说 全盛时期他仍有25名员工 而现在却只招得到5名 因为现在我们百分之一百的人 都是申请了这个逐渐金 他们这样的差不多有10千多 这样的我说很困难找人为了工作 底标是康年餐厅第三位经营者 墙上古董自画都是来自广州 很多人他们差不多了三代都来这个餐馆去餐 有很多人在这里结婚 在这里生小孩 跟着那小孩在这里结婚 但现在因缺工问题 以往招募总是接到百分履历 但现在应征的人很少 完全没有办法接喜宴 有60年历史的旧金山幸运饼干店 也面临相同的问题 因为手工做饼干属于辛苦钱 目前很难请得到人 因为COVID嘛 他们也怕上班 有些人拿政府的失业金 然后有PNG中大麻 因为他们觉得这种快钱 不是辛苦钱嘛 加州最低工资是12美元 但店家需付18美元才请得到人 因为我们就辛苦工买 做8个小时手不停地不动 应该最起码是18块一个小时 所以我每天一个人开支大概100多 但是做生意过没有生意 就很难抓回来 旧金山在疫情期间 有超过半数餐馆 因为外卖无法支撑开销 陷入长期停业的状况 如今又面临缺工问题 许多店家只好老板兼伙计 因为开个店要做很多工作 因为两个人的话 其实工作量很大的 缺工影响餐厅重启的速度 也无法因应顾客需求 部分餐馆恐将永久关闭 环宇新闻特派记者曾玉京 在旧金山的采访报道